各位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5月30号发表长篇报道 讲述中共太子党权钱交易的内幕 文章披露 曾庆红的儿子曾伟曾利用权力化工为私 一次性侵吞9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 文章说 2007年财经杂志披露 净资产达到94.7亿美元的国营电力公司鲁能 92%的股份已经以4.78亿美元的价钱 被秘密转移给了两家不知名的私营公司 而当中共领导人知道卷入此事的太子党身份之后 便给杂志社和编辑施加压力 逼迫他们追回一篇已经到达暴摊的后续报道 财经杂志援引一份文件暗示 新业主可能从这笔交易中获得90亿美元的暴力 外交政策说 已经得知涉入鲁能案 最敏感的个人是曾庆红的儿子 37岁的曾伟 而且时至今日 交易者双方没有人受到惩处 文章还说 曾庆红儿子的财政交易丑闻 不仅仅限于鲁能电力公司 经过数年的权力交易 他几乎取得了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盈利丰厚的合同 从煤矿到股市到百货商场 积累了大量的金钱 2008年 曾伟在悉尼豪制3200万美元购得豪宅 成为中共太子党中炫耀财富的最恶劣的确凿例子 最近引起舆论关注的陈希同亲述 众口朔金难说真一书 让中共官方在六四二十三周年纪念日前夕更加紧张 不仅施压作者要求暂缓发行 而且书中主人公陈希同也同样受到官方的压力 据德国之声中共网报道 5月31号 陈希同亲述的作者姚坚富 被他所在的大陆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党委书记约谈和警告 不过出版这本书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负责人鲍普表示 这本书已经在香港各书店铺开 不可能收回 同时中共当局也没有理由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书籍进行干涉 对于香港来说 出版和言论自由也是它珍贵价值所在 德国之声中文网引述姚坚富的话说 他准备面对压力 海南省最近几天不断有抗议行动 5月26号上千人抗议在领头村建火电厂 与武警发生大面积冲突后 连续几天抗议一直不断 几十位村民被抓捕 而在警民冲突混乱中 村民也控制了一名警察 要求交换被抓捕的村民 28号深夜 中共当局将部分被抓村民释放 村民也释放了作为交换筹码的警察 随后当局开始大举报复村民 29号深夜 数千武警对领头村进行全面封锁 据村民说 在村外的武警人数估计有近6000人 他们守在领头村外 通往临近多条村的出入口 也被武警涉港封锁 中国国电集团准备在海南省勒东县 兴建大型燃煤发电项目 因为污染问题遭到当地民众大规模抗议 并发生多次警民冲突 发电厂选址从开始的 英哥海镇到佛罗镇黄流镇 再到现在的领头村 每到一地都遭到村民的激烈反对 好观众朋友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敬文